2018年4月21日晚,IG部DRNG直播LPL春季赛的半决赛,IG直播18连胜,这样不争的事实占无给情绪当场崩溃,痛哭起来,累法现场,引起无数国内粉丝揪心,感触颇深,而接下来,笔者给诸位盘点一下英雄联盟舞台上,同样让国内粉丝感触颇深的国外选手。 2018年4月7日,RW战队迎来了4连败,比起2017年LPL夏季赛因为终结6连败和Near撒下开心的泪水,这里的Dewin更让人心痛,毕竟这支RW战队在赛季初就拿到了11连胜,对于这样新生的战队而言,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势不可挡的气势,更是无数粉丝对于这支黑马的期待。 而4月7日的联败,对Dewin的打击颇深,在休息室的他哭了出来,引起无数粉丝的安慰。 2017年F7的总决赛上,SKT惨遭SSD零风,这对于有大魔王之称的非可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赛后抱头痛哭的画面并场内不少粉丝揪心,毕竟小梁大师斗鱼里歌人气不仅仅限于英雄联盟的技术。 2017年F7赛场上,G2止步小组赛,斯文和鱼双都流下了泪水。 前者因为止步于此,对这个电竞舞台的不舍,后者则是感受到了真正的电竞,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了职业选手内心的不甘与无奈。 不少玩家也因此感受到了电竞的魅力。 2017年F7赛场,小组赛上随着RMJ战胜FB,G2与FB接下来的比赛由于积分缘故,无人出现,轮为了表演赛。 Pox了解到这一消息后,非常的难受,不甘与痛苦的泪水洒在脸上。 然而比赛还要继续。 2017年F7赛场,小组赛的第一轮的比赛日,Smitic 03仅存在理论出现。 但是第二轮的比赛日,奇迹出现了。 这支战队韧性的靠着理论出现挺进八强,但却又止步八强。 欧城坐在椅子上久久不愿离去,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登上职业赛世界赛的舞台了。